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中概股的会计抵稿的审核 现在在香港是进行着的 应该来说在下个月中的时间 又差不多到期可以公布 哪一类的公司是可能会被撇除出美国的市场 所以暂时来说我相信市场是在忧虑着这一件事 至于美国的选举来说 令到这些选举的竞选人来说 是会针对中国来说不断地抹黑 这一件事其实连年都是的 每年选举来说它都是找中国来做一个抹黑 今年不会有什么变化 所以千万不要幻想着今年就不会了 不是的 连年都会的 就算以前一九九几年来说 和中国的关系这么好 都一样抹黑中国的 记不记得1996年克林顿竞选的时间 它已经说明了 如果你让它竞选 它如果成为再度连任总统 它第一件事就是 它不会再被中国给予最惠国的待遇 它已经说过了 但是当它竞选连任成功之后来说 它竟然将中国由最惠国待遇的名单 是撇除了 但是你看得到 它每年来说不需要再给它 不需要再给它 那就是永远就可以 其实就是给予中国最惠国的待遇 所以在11月份选举的时间 你都不只要想的 所有政党一定是针对这方面 中国一定是抹黑的了 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心理准备 小柱敢进入 你说如果进入一手一百股 我觉得没什么所谓的 一百股都是六千多元而已 都不会伤得很多 未来来说 也有些朋友不断地分阶段吸纳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就算你是分阶段吸纳 也要搞一些较低的时间 为止我所说的 未来这两三天 港股都要被美国拖累 因为那个息率上升的问题 再加上就是今晚美国 都有几个重要的数据公布 所以港股有机会来说 都是逼近万六点的水平 如果你要吸纳 真是去到万六点水平的时间 才是分阶段吸纳 现在来说 略嫌还是过高一点 如果你看回很多的图形 对比在这个年初的时间 三月份 因应着美国很多的中资股 要退市的时间来说 在三月份曾经是去到一个低位的 那么今时今日 你看到很多在美国 上次ADR的中资股 都是回到三月份的低位 那你如果看回腾讯来看 腾讯在这个三月份的低位 曾经是去到三百元 但是今时今日都穿光了 就是说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些股份 都穿回到三月份的低位 所以相对于三六九年来说 我相信暂时来说 它还没有去到这个低位 但是你想一想 作为一个男资大股东 它说三月份的低位 腾讯已经穿低了 变成有拿着其他公司的股份 未曾去到三月份的低位 变成相对于来说 它们是否较高一点的价值 容易较高一点 虽然来说南非的大股东 没有持有到这个三六九零 但是其他的股东的心理环境 在同样盘算底下来说 都有机会继续沽这个三六九零 还有过几两个月之前 你也看到了 三六九零其实 它的CEO和股东 王兴都有减持到这个三六九零 所以我相信未来来说 三六九零 都是会跟着这些ATMX 是继续挑战三月份的低位 暂时来说都应该没见到低位 还有今天来说 应该有机会再穿回 保里加通道的底线